黑芝麻甜點 大家好 我是養食王的唯心 今天要介紹給你的 它叫做黑芝麻甜點 那有食譜蘇達 可以打開到第104頁唷 今天食材不多啦 那我們先放這個 我們先放黑芝麻200克進去 接著再加米飯一樣是200克喔 好 那接著我還要再加糖30克 以及花生醬兩大匙喔 最後阿 再加600克的冷水 好 那快蓋上上蓋阿 我們今天可以用手動的模式 也可以按1號的功能鍵這樣子 那我們用手動模式好了 那我們把它轉到高速 那3分鐘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出黑芝麻甜點囉 好 它就變得超級燙的喔 如果不想喝這麼燙也沒有關係 可以提前把它提下來 那有看食譜蘇的呢 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私底今天用的是 砂糖 不是用冰糖 因為其實我們的杯森阿 它是Treaten材質 那雖然它非常耐用 可是阿 因為冰糖阿 它是一個結晶狀的東西 所以它會造成我們的杯子 有刮花的情況 所以建議說 還是盡量不要用到冰糖喔 好 那今天就知道的是 黑芝麻甜點呢 很適合當飯後的小甜點 想試試看嗎 趕快在家裡面做做看吧 那今天請留下到這邊 掰掰 我們請留下再試試試看 請記得呀 來ängen 期待 ались 劉真 李 嗰